按Enter OK 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但是呢 还没有结束 最难的东西来了 他最后呢 他出个难题 最后一个难题呢 各位看到里面这个凹槽 对不对 凹槽里面呢 他要我们怎么样 向下 再向下挖四 往下要四 有没有看到 在那个第五支六十页 移动底部孔面 再往下移动 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可以用移动面 或者用什么呢 偏移面 也就是要让他往下的意思 往下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怎么样让他往下 特别最好 这个实在是有点麻烦 为什么 第一个 你现在如果在东南登脚的话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里面的孔 所以你要点他 要选他也很麻烦 所以要怎么办呢 第一个 我建议你先用那个3D 3D线架构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再用那个点 有不要先放在移动到这个上面 按Shift键 再用中键滚轮 稍微滚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面的时候 这个面可以看到的时候呢 再按往前一下 往前一点点 然后再用什么 移动面 因为我要能够选到他 所以选到他 用3D线架构比较清楚 否则你用其他的视觉形式会看不太出来 点一下这个面 有没有选到 有吗 很清楚 对不对 选到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怎么样 调整 为什么 因为我要他往下 4嘛 往下 那往下怎么 往下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选到对 选到空白线 再来的话呢 基准 基准 因为我要给他基准线 所以基准的话呢 我原则上是从上面这一点 所以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的话 往下 那往下你不要点下去啊 你就给他一个方向 再输入多少 往下4嘛 对不对 所以往下4的话 你就输入4 Enter 这个时候应该他会往下 有没有 这个面会往下4 OK Enter 有没有 往下4 就完成这一题了 最麻烦的是最后这个动作 看起来很简单 你等一下做做看 第一个要选到面 第二个呢 特别注意基准点 要在上面 然后第二点不要点 给他方向 输入4 才会做出来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